哈喽 在视频简介 大家傍晚好 轻松 290后翻唱 Despermenty 天要下雨了啦 外面会不会讲完 我们进去了 今天呢 我是来到哪里 也就是这个屋子 这个屋子呢 是在 Moleg Grove 这一边 你们本身如果在找这 Moleg 区 要排楼 然后呢 要超大型的 而且要 GMG 环境要好的话 这个是很重点 环境要好 而且呢 这边坐舒服的话呢 Moleg Grove 这边 你们只能一看 你看到这边的社区呢 哇 这真的很不错 因为屋子很大间 这个屋子呢 它是 22 乘以 80 然后呢 它是 4 加 1 房 够 5 个厕所 你看到外表呢 屋主是有专修过了 所以这个屋子呢 是有什么特点 全专修 全扩建 但是屋主呢 已经没有住在这边一段时间了啦 里面难免会有点杂乱啦 但是呢 里面的基本专修是有的 可能要打扫一下就美美了啦 我们来看看 你看这些 Autoget啊 摆杆门啊 它都会留下来 这边你稍微整间重新 touch up 的话呢 我相信整间会很美的 基本上它的构造不存在什么很大的问题 我帮你们看过了 然后你可以看一下这边 它的 Car portion 非常地宽 非常地长 所以那这边进来的话呢 两两车基本不是问题啦 无论大车小车啦 不要讲 Hylus 啦 OK 这边呢 我们事不宜迟 我们一起继续看看 你看这种门啊 全部都是做好好的 做好好的啊 一样 我们还没进来之前 简报提起来的分享 因为我们有点好 走路继续看看不一样的屋子 我们一进来这边 你可以看得到 这个很明显啊 华人之前的屋主 我们一进来看 你可以看到这边的客厅呢 哦 之前是做到蛮不错的专修啦 只是很明显搬走了 就整间飘乱一点了啦 Blaster ceiling啊 背景墙等等 然后它的墙壁呢 都是用壁纸的 所以整间呢 有些地方你可以拆掉 然后有你要的去啦 我们看一下这个格局 我们从这个角度呢 拍过来的话 你看到 哦 蛮宽蛮大的啊 毕竟这个屋子呢 不是二十八十啦 是二十四乘以八十的一个格局 所以二十四宽 八十层 然后你看到这边 前面呢 你要摆鞋除在下面 上面呢 你要摆什么装饰品呢 随便你 整间其实看起来蛮不错的 而且屋子的方向是东北方向 你看到这边 它的这个屋子的构造呢 它是有存在着天井的设计的 所以我们这边看上去呢 是有天井 但是呢 它把它一部分盖掉过来 它挂了一个点缀灯 最整间呢 嗯 轻轻灯的 然后后面这里的话呢 它是有干四厨房 你不要以为这个是普通的牌楼啊 这是大型牌楼啊 很大型的 你看到前面的干厨房这一边呢 这个很明显是以前的Bank Outer 然后这一边呢 就是我们的干厨房三厢 比较安藏一点点 是真的啦 我们来看后面 后面的话四厨房呢 它是有做好干四分离了的 甚至是我们的这些都做好了啦 然后四厨房这一边呢 嗯 这个就要看你们 真嫌不嫌弃啦 只是so far 环旋的话是ok 没问题啦 只是有点脏咯 然后built in oven 这些都会留下来给你 然后轮到后面的话呢 哇 有看到吗 屋子去到弯啊 全扩建啊 所以这边呢 是扩建出来的地方 三下的这个tabletop 三下都有的 抽油烟机 然后呢 这边stop 呢 你可以看得到 好 我再转过来 这边就是给你放洗衣机的地方 然后下面扩建啊 moset 铺完 上面moset 也上到弯 后面一开就是外面的马路了 所以它全扩建出来 本件其实它是有装修过了的 可是可能看你们喜不喜欢啦 而且是有点杂乱一点点 楼下的话呢 是有一家一房 sorry 一家一房跟两个厕所 你可以看到这边是它楼下的厕所 然后我走出来的话呢 把镜头转来左边这边 这个是下一房 很明显啦 这个房间呢 是之前拿来拜拜用的啦 来 这里呢 我们过来 所以这一区的话呢 是厨房区 我们往过来 这边直直进来的话呢 这一边是客房区 楼下的客房 客房这一边 它没有把它当做客房了 它把它当做呢 study area 很明显 大儿子 二儿子 三儿子 上边整排着去的 当然这边你要拆除 你要做成客房的话 绝对不是很大的问题 然后呢 它这边是有附带自己的厕所 我们看看一下 很大一些啊 你看 泥浴空间 温厕所空间 跟洗手空间 是很宽很大的 所以讲它是超大型排楼 这是它母亲看得出来 屋子控制一段时间了 屋子搬到屋了 OK 你们也知道在这一区的人呢 住在这一带的人呢 都是脱法有点米的啦 然后这个是它楼下的一个 楼下的楼下的楼下 这个格局我们再多看一遍 我们呢 就一起上去看看了啦 你看到这边我们上去呢 它的白杆扶手跟玻璃 这个可以拿来用 没有问题 这个OK 耐看 然后下面的话呢 是这种实木板 很好保持 这个拿来保持一下 滴滴滴滴滴滴 美美亮亮 OK 我们转上来看这个格局 你可以看得到啊 楼上呢 有一个装厅 每间房间呢 有自己的个人空间 厕所等等 三间房三间厕 我告诉你它的房间 每个都有特点 来 我们先看中厅 你看这边中厅呢 采灌是有的 我们把镜头呢 我们转上去看看 你看 这边是带有天井的 所以整间的屋子控造是没有问题 就是可能杂乱一些 可能油气比较满一些 如果你重新有油气的话呢 整间会患然一新啦 OK 我们来看这两个房间 不小啊 没有小房啊 一样啊 我们先看这个二房 二房这一边的话 就如同我讲的 这个是它的壁纸 可以拆掉 重新油气 没有问题 然后对面这一边呢 也是一样 是它的背景的壁纸 OK 然后你看它的格局 很明显啊 穿啊 厨的地方 后面的话呢 有自己的 built in 的厨 看到没 Wall in wardrobe 不是每个房间都做得到的 你看这边 梳妆台啊 厨啊 这一些啊 每间房间都有啊 挺好 每间房间都有啊 然后我们再看它的厕所 啊 很明显 个人空间 完全是足够的 别讲个人空间啊 可能给你的儿子 跟你的媳妇 做成房间的话呢 绝对足够咯 你看 影视方面做好好 做很妥当给你 来 我们来看旁边的三房 OK 你看三房其实跟二房一样啊 空间够大吗 就问在视频中你们的前面的 你们看到够大吗 绝对是足够的 跟刚刚那个差不多大了 然后也是一样 很明显 刚刚那个是女孩子的房间 这个是哪孩子的房间 然后呢 厨 跟 旁边是一模一样的空间 然后我们再弯进来 看到没有 厕所空间一样 不会少 足够 这边来回自如 没有问题 所以这间是绝对 所以称了上大型的牌楼 不用急 每间房间都特别的大 不是讲究大房小房 刚刚好 OK 大房 这个两间房间都这样大了 主人房咧 我们来看看主人房 看来 我们一来主人房咯 哦 我们讲了四个房 哦 毫无死角 你看这边 虽然它把它的床头部 那些拆掉了啦 会比较丑一点啦 但是这些呢 你油耀气 美美了的 它构造不存在任何问题 你可以看到 它只是可能油气的问题罢了 只是你油了过后呢 我没骗你整件是美的 然后它的地板也算是美的 只是安脏一些些罢了啦 可能在视频中呈现的比较乱 来 我们来看就是这一边 它的 Word-in-Word-rop 这边 Word-in-Word-rop的话呢 它全部是做built-in的啦 这边看你要用回还是什么啦 很明显它 控制真的有一段时间了 它的部位哦 哇 集到特别的多啦 可是你清理的话OK的 我们要转过来 你看一下 排楼哦 听好玩 24x80的排楼啊 这个buff-start 已经是角度G-stars了 特别的大 你可以看得到 它有脑袋拉出去过的 然后呢 这边你可以看得到 这边淋浴空间 buff-start 空间 一个洗手 对吗 OK 没有问题 来 其实呢这一间屋子呢 它是有 Barkoni 的 OK Barkoni 在这一边 你可以看看 钥匙的话 目前是没有啦 但是这边呢 我会给你们视频看啦 就是外面的空间 还有蜡烛出去 OK 也相信呢这间 Moled Grove 呢 你们看到完了 这边呢我来给述你 全部相信啦 不啰嗦啦 今天呢我来带你们看是 Moled 这边呢 很著名的 一个Barkoni 区 叫Moled Grove OK 它是一个超大型的 双层排楼 24x80 市价一房个五个厕所 它是free hall 有主机器 而且呢是有Barkoni 的 Barkoni 每个月呢 大概是200块左右啦 这个屋子呢 是面向于东北 市价一房个五个厕所啊 算是全双丁 但是比较脏一点啦 然后呢 全扩建的一个屋子 想问这样子的屋子 要卖多少钱 这间屋子呢 是卖你980千 Market price 算这样子跑啊 都是在980啊 左右的那样子 所以呢 如果对这一区有兴趣的你 还是呢 在找这这袋呢 你都可以与我绝联系 我们先下 来看房 还是跟我拿更多商情 都没问题啦 所以无论呢 在新商的你啊 你要找这买卖租 都可以与我绝联系 我是新商 跟着这里介绍五个难的 所以今天的分享视频 到这一边 请看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